蕭美琴 加油 用力揮擊把棒球打得又高又遠 民進黨副總統候選人蕭美琴 戴上棒球帽 安全護具 穿上專屬的背號十一號球衣 最近就是八月賴清德赴美時 賴蕭球衣合體 在當時引發熱議 蕭美琴參選後首次赴高雄輔選 合體民進黨立委候選人黃潔跟李博毅 全力拉抬基站區選情 南台灣艷陽高照 蕭美琴也有準備 根據三立新聞獨家掌握 她穿上台灣評價品牌的台灣logo 白色素T迎戰熱情的南台灣太陽 另外還有粉色長褲跟運動鞋 看起來相當輕便 而幕僚也有詢問她是否要擦防曬乳 但蕭美琴拒絕還是喜歡走自然風 不過一大早就南下跑行程 幕僚也準備咖啡幫蕭美琴提神 講到稍微燒蝦還有溫開水 讓她潤喉 會累嗎 會說你有做哪一些準備 我也不是第一次跑路站 過程當中很多鄉親給我們 很大的支持跟鼓勵 都是我們繼續前進的動力 另外蕭美琴也到齊山 扶選好姐妹立委邱易營 她也大爆反台參選內幕 其實邱易營是關鍵人物之一 我感覺我在美國做得好好的 台灣那麼多擁重 是這樣要叫我選 我們的老副總統 全部派邱易營 知道說派我這個姿妹 我不行舊舊 不敢派一遍派兩遍 走到美國 來給我算 蕭美琴大爆料 邱易營一旁開心大笑 兩人還深深擁抱可見好交情 蕭美琴跑路站依然堅持一切自然就好 三十五蔡宇志 游泳坡高雄團報道